皇子娇上个月被揭发性骚扰 仪器之下便公开演艺圈各种黑料 其中他欧含大小S的往事 之后葛思琦上节目也声称认识大小S的要头 让他们忍无可认把葛思琦告上法院 对此葛思琦不只觉得自己很委屈 认为他们应该要告的是皇子娇之外 他还加码爆料大S经纪员曾向他道谢 感谢他拿出证据使锤王小飞回内出轨 结果现在遭到大S经纪员严正否认啦 据Now News今日新闻报道 大S经纪员驳斥 葛思琦跟我是在平行时空吗 他的故事版本跟我有很大的出入 并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葛思琦的联络方式 反正是葛思琦这两年来 一直想透过记者跟他联系 但都被他婉拒 他也说葛思琦如果说的是真的 那就请拿出对话记录与讯息 事实很容易就能被判断 狠狠打脸他 而昨天也才有新闻指出 葛思琦禁欲开直播 透露汪小飞曾打来替大小S球情 还说自己下一个要报的料就是徐亚军 葛思琦今天就在脸书怒斥 就是两年前的旧文 持续完全错误 全本否认有新的爆料